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来《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大家好,来到《即使功力》的时间,我是赢美琪 恒指方面现在最新表现了 恒指是升192点 最新报在21,221点 大理成交方面有374亿多 至于国企指数方面就升95点 最新报8961点 这次看回就是内地股市方面的情况 看到三大指数暂时偏远 上证就升1点都不够 升0% 现在这刻就做2933点 深正城指跌14点,报10348点 虎心300指数跌1点,报3176点 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暂时来说都是偏远 人行方面 今天就进行了500亿人民币 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 其实今天公开市场有12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换言之,即是实现的正回笼有700亿 D5折前下资金面稍为偏紧 现在会否影响A股方面的走势呢? 请来我们的分析员聊聊 有我们的市务总监国师志郭sir 郭尚你好 你好 我们见到假期前资金面偏紧 会否会影响A股方面的走势呢? 有些文章预料6月中旬下期也好 流动性可能继续整体来说都是偏紧的 A股方面的投资气氛会否有所影响呢? 暂时来说就不觉得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A股近期来说没什么升到 就算有些负面的因素出来 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压力 但有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整个A股现在的投资者的心态 其实来说都是比较保守的 他们对A股可能被纳入MSCI 但是心态都是一半一半的 实际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实体的经济 持续都反复缓步地下行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不觉得他们有抱着太大的憧憬 甚至乎我们一直在看 所谓的深港通 作为他们来说 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刺激的事件 看上证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2900点到2900点 几点 就是连3000点都过不了 第一就是说 资金入市态度是比较保守 至于早前来说 有一两阵风走进去 那些可能都是属于一些 比较投机性的短炒 升破3097 上到3100-3200 他们可能会计数 相反来说 如果回头 他们觉得防守性比较强 他们也不需要太过心急 但是直到这一刻 整个A股 如果说是由去年一直下来 现在的势头是属于一个低台的整固 如果上证指数 一直不回到3000或3097点 这是4月13日的高位 亦都意味着 反复是底的形态 根本上没有变多 我想他们会比较关注的就是 政策方面 因为一直以来内地的经济 楼市股市合难看政策 政策说明是L型的话 老实说大家知道一段时期 不会有太惊喜 不会有太多刺激的措施出台 所以大家的看法都是比较保守的 如果你说 一路整股在2800、2900 其实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最低限度 可以建立了一个平台 直到经济慢慢回暖 才慢慢引辱一个新一轮的升浪 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在一个低位一直盘住在 如果你万一情况有少少误差的话 新一轮的沽盘又会再出来 始终内地的股市 超过80%以上来自省户 省户的心态到底是怎样呢 是很定的取决性的 去年的5178点到现在的2638点 其实累积的财富的蒸发 根本属于天文数字 我自己对A股的看法 我一直都比较保守 我不觉得短期之内 会有太大的惊喜 但在技术上来说 纯粹说技术上的走势 你要走出这个困局 第一步上证指数 一定要回到3097点楼上 一天不能够回到3097楼上 老实说 整个技术上的走势 都是属于低台的整固 甚至乎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如果你说在现在这一刻 如果作一些部署 我想暂时来说都不是那么适宜 第一成交比较少 第二实体经济仍然不明 第三就是很多行业 包括煤炭、钢材、水泥等等 全部都产能过剩 至于金融的板块也不见得太过良麗 整体来说是处于不明之中 所以任何中市的部署 只能够分阶段慢慢进行 甚至乎是深港通 未必会带来A股太大的充喜 因为港股来说 南丑平均都是10倍市盈率 就算腾讯最高的都是四十多倍市盈率 但内地好像深圳市 有很多投机性股份 在说七八十倍市盈率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看我们的就很便宜 但反过来 在港人的股值方面 就觉得A股有不少是偏贵的 否则还有很多停市的经济 停板的政策 暂时来说 都是比较令人有点不安 所以我不觉得 深港通之后 会有太大的刺激 或者北上的资金会有点保守 反而南下的资金 可能会比较积极性 因为香港可以由即日市 上午买下午买上午买下午买 上午买下午买下午买 怎样都可以 一日炒几转都可以 内地就不是 是T加1 还有香港不会有股份 动力就停了 停了几个月 内地随时停了几个月 现在规定不能超过三个月 老实说 市弱的时间 你停三天 价格都哭哭乱 如果市好的时间 你停三天 明明升了又不能走 所以停了太久 其实来说 这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内地始终在这方面 是有待搞善的 A股的看法 持续还是整股的 不论成交金额 不论政策 不论各方面的因素 配合下去 都不觉得会 次引辱成一个新的中期升落 至于会否成功被纳入MSCI 大行就说有超过60-70% 但我看一半一半 因为有很多 我想还要考虑清楚 然后才能够正式推行 否则就算落实了 就代表海外机构 算流资者 明天后天就马上进入 好了 就算买的 我说50亿 100亿 美金 好吗 以现在的成交 五、六千亿 买一个星期不完 半个月都买完 所以刺激真的很有限 但最终都要看实体经济 这个很老实说 好 看看港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恒指言辞 这一刻 升价189点 最深步21,219点 国记指数 升价93点 最深步8,958点 大致成交 暂时有381亿多 南手股当中 看看最新情况 暂时做得最好 是无偶与业2319 升价超过4% 最深步在13.74 只做得最差的依然是豪赌股 银鱼和金沙 成为了最差的南侄南酋 银鱼跌近3% 做24.75 金沙跌近2% 做26.8 好了 这次时间差不多 谢谢郭Sir 和你做新报 提及个指数相关资产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 好,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